話說有一天 澳門的賭場走進了一個模特兒 他一走進來 竹凳三寸高跟鞋 然後呢 長得又漂亮 走進來 那些所有等待要玩 德州撲克的參賽選手都知道 當然嘛 一開始記者會一定要有模特兒來加持嘛 先造個事嘛 對不對 香車配美人 賭場也要配美人 賭博也要配美人 對不對 拍完畢之後 工作人員就跟這位模特兒說 小子啊 來可以走啦 我們記者會結束啦 接下來這個牌桌上要做的都是 玩家才行啊 沒想到這位模特兒 跟工作人員說 我就是玩家 這個人怎麼這麼有氣派啊 他難道是男的嗎 當然不是 他就是我們講的雙妻賭厚賴博玉 哎呦 很漂亮欸 對 賴博玉 你看一下 這被人家當成是模特兒 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說他雙妻 他真雙妻 他真的本業是模特兒 而且他會變成現在德州撲克女王啊 純粹 無心印查柳柳成衣 你知道他是怎麼樣崛起的嗎 跟這兩位不太一樣 我先直接講他 他特別的支出就在於 他本來就是當個模特兒 但有一會兒 他突然發現說 每個電視節目啊 這個德州撲克比賽的節目要招女和官發牌的 是 那你會知道其實發牌也是有技巧的 包括你牌發出去 還有你要翻牌 還有你可能長的樣貌等等 要有那個keep 要能夠震得住當和官的感覺 所以他就去應徵 結果就中了 中了之後呢 他就在那邊當了好幾年的女和官 他說他那時候 他這樣講 我覺得他講這個 讓我覺得很傳神 他把扑克板拿起來 他說 除了這個 我不會之外 其他我都會 他會耶 他會 你相信嗎 有天分嘛 OK 那你現在知道 原來他有這樣的硬底子之後呢 後來他撒遍天下無敵手 但重點是 這裡頭有一個非常詭異的環節 他為何戴耳機 莫非 瑞德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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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他難道 是不是靠真本事嗎 誤會了 這是他的幸運加持物 各位 你知道在賭 賭得住顧客的時候 最怕人家從你的表情 看出你在想什麼 是 你最怕聽到別人 呼嚨你什麼 比方說有人就會說 你跟著我 你就跟著我 沒關係 等一下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好等等 這些 這是說在虛張聲勢 他直接戴上耳機 專精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叫做 耳不聽為敬 而且他說這個耳機還去加持過 他說 打得座步客 6到7分 是靠排擠 但3到4分 要靠運氣 但我覺得 也許 男人輸給他 是因為 都在看 你怎麼生得這麼漂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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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